8號東北列風或暴風訊號仍然生效 天文台說有機會改發更高訊號 先看看颱風韋森特的動向 颱風韋森特夜晚8點集結在香港二南大約15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 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潤岸 按照現在的預測路徑 韋森特在今晚至明早會最接近香港 在香港西南大約150公里內略過 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將會在晚間維持 天文台說可能改發更高訊號 颱風韋森特是採取一個較為偏西北的路徑移動 是更加接近香港的 預料它將會在香港的西南方 大約100公里左右略過 是移向珠江口的西面的地方的 假如本港的風力繼續增強的話 天文台可能有需要考慮改發更加高的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市民應該密切留意 天文台所發出的最新的風暴消息 趙彥廷現在是在太子 趙彥廷晚上市區的風勢和雨勢有否明顯的變化 而在太子這裏風勢都挺大的 見到有些馬路邊的垃圾桶也被吹回 但是雨勢這個時間比較緩和了一些 說回平時太子這個時間都幾多人出來逛街或吃飯 但現在見到人就不算那麼多了 街上不是太多人 亦都是比較少車的 因為在交通方面 三間巴士公司九巴已經停駛 而三巴乘巴亦都是大部分路線停駛的 等到現在的一些尾班車是開了之後 那就沒有車了 而發展局收到35宗的垃圾報告 剛才也都見過有一些工作人員 是在這裡清理垃圾的 醫管局指有7名市民在風暴中需要求診 其中一人接受治理後已經出院 而民政事務總署開放了20個中心 讓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去到求助 在這裡的報導是這麼多了 我們會繼續留意風暴的消息 先將時間交回新聞部 好呀 8號信號之下 港鐵仍然維持服務 均塘、荃灣和港島線5分鐘的班車 冬鐵6分鐘 機場鐵路就會是12分鐘開出一班車 巴士方面九巴全線停駛 新巴和乘巴除了B3X和AX